中国股市将赢第三次大牛 专家称这次是配置牛 中国股市要赢来第三次大牛吗? 中国A股的第二次牛市 是从2013年第二季度到2015年第三季度 其特点是指数从不足2000点上涨于5000点 涨于2.5倍 自去年5月以来 美国政府几次三番对中国商品加税 说是为了制裁中国 实际上是美国消费者最终买单 尤其是日用消费品 其中包括食品 在国内猪肉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 增加猪肉进口对国内市场猪肉价格也有调节作用 在行业内 衡量猪肉价格是否过高的指标是猪粮比 如果生猪价格和玉米价格质比过高 就说明猪肉价格失衡 从中国指数研究院披露的上半年数据来看 在公布全年销售目标的前十强房企中 仅保利地产及中海地产完成了全年销售目标的一半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纱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